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杨教授 杨教授 您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谢谢两位老师来到节目的现场 那首先我请教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杨教授 长时间在拉美 包括不管是巴拿马 还是南美的巴拉圭 都待过很长的时间 一直站在外交的第一线 那我们首先想要请您谈谈 就您在当地的经验 以及您个人跟巴拿马 政要门这个互动 沟通的这些过去的这些互动 你怎么看待 八国政府这一次的行动 我们能不能就是单纯的解读 是百年的邦誼 终究敌不过钱的诱惑 是这么简单而已吗 先请教杨教授 其实巴拿马 跟我们的邦交不稳定 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 尤其是1999年12月31号 巴拿马运河回归巴拿马 从美国的主权 回归巴拿马主权以后 巴拿马一直想在国际事务上 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借着运河的一个战略地位 他想成为一个 他模仿的对象 模仿新加坡 他想成为一个美洲的新加坡 所以说他不是满足于现况 他就想发展关系 那21世纪刚好开始 中国大陆在国际事务的影响力之间增加 他的国力也出现在增强 他也是一个广大的市场 所以说也给巴拿马很多憧憬 我们从2004年开始 邦预就很不稳定 其实能够撑十几年 已经是很不简单了 大家我们在当地第一线的外交人员 事实上都蛮辛苦的 大家都知道 但只是这个时间点 为什么是在这个时候 事实上 那有人说我们现任大使 还没有成立国书一个月 其实我们前面大使曾经 有半年没有成立过 也成立不了国书 所以说这个东西要看 主要就是一个 在21世纪开始 尤其在拉丁美洲 像美国哈佛大学有个教授讲 21世纪国际情势有两个特点 尤其在拉丁美洲 第一个美国的影响力降低 第二个中国在拉美的影响力增强 所以说这个两个 这个是不一样 因为美国专注于反恐 在伊拉克阿富汗 另外一个可能大家要讲 川普总统上来 跟拉丁美洲国家弄得不太好 因为有一些非法移民的事 跟墨西哥要组墙 那中国大陆一直在 在推展这个基础建设 所以说人家有的讲说 美国在跟拉丁美洲组墙 中国造桥铺路 所以说这个可能对一个对比 只是说这个时间点很难 很难捉拿 但是事实上能够从2004撑到现在 十几年也是相当不容易 所以我们也肯定第一线外交人员 那对那当然大家都很辛苦 事实上 但我那么能这样问 包括老师在内 曾经在当地第一线打拼的 这些人对于这个结果 其实并不意外 其实并不意外 并不意外 只是没有想到是在这个时间点 大家觉得蛮辛苦的 但是有一些什么英文论 其实都都不是 其实外交的一个人事作业 大概要半年 需要半年 因为一个大使的派任 还需要当地国的 就是统一等等 但是没想到是在这个时间点 可能大家认为 我们去年蔡总统才刚去 对不对 而且这个先任总统是上一任政府的 第一副总统兼外长 是 那他所属的政党就是在 其实跟我们蛮友好的 2004年 1999到2004的是莫斯科斯的 那个女总统 是跟我们蛮友好的 所以说他事实上说 他这个政党是跟我们还 以前的是蛮好 大家可能就认为他蛮好 而且这个总统他的住宅 就在我们大使官邸 同栋大楼楼下 以前还没当总统 以前我们在那时候 原本就是邻居 对 有时候这个上下我们到大使官地区 有时候办活动 有时候请吃饭 有时候在电梯都会碰到 所以说基本上 大家都蛮友好的 基本上蛮友好的 可能大家就没有想到 他在一个这个状况之下 这么快 而且大概没有 没有给我们很长的一个预警时间 所以他讲说 我们是一个伟大的朋友 这件事情可能不是单纯的客套化 确实他曾经把我们看成是 有这样的邦誼才会说出这样的一个 其实他讲的 他是为了国家利益 为了长久未来发展 因为拉美很多国家是想 中国大陆现在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 他的国际组织的影响力 也越来越强 尤其是美国推出TDP 推出巴黎 我想他在巴拿马的贸易团人数 比我们整个大使馆加起来还多吧 对 他相当的多 尤其他 其实他贸易发展办事处 他在九七年 他因为巴拿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一个 他是船籍登记的 挂巴拿马旗子 所以说一九九七年 在香港回归的时候 他已经总领事馆 他没有办法 因为他在那边有很多船舶 登记的业务 就是他的利益在上海 在哪里 所以说他一直都有往来 他的他在那边贸易发展办事处 而且他的中资机构 就是国营市事业 我们最早知道的在运河两边的河系黄埔集团 对 两边的港口 还有他的中港湾 中国建筑 还有中远集团 等等 所以他的 其实他的经贸利益 是跟中国大陆的经贸关系是比我们还密切的 这个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OK 老师一直提到一个关键 时间点 正好是我们以往很常请到范教授 那我们也听到范教授讲过不止一次 就是说 就是在蔡政府上任之后 老师原本的预估是说 两岸之间短时间内 不会有什么低东山摇 我们确实看到也没有什么低东山摇 那雪崩式的断交 自从这个之前圣多美普林西比之后 我们也觉得就 那可能只是一个开端 我不知道 经过这次巴拿马的事件 是不是老师对于这两件事情 这样的论述 会有做出修正的空间 对我其实在前年的时候 我认为就是说 蔡英文当选 会发生地中山摇跟雪崩式断交 但原因很简单 就是说习近平 他的最重要的工作是 今年十九大的权力稳固 因此他也不希望台湾内部 这个如果独派的声势越高 大陆内部的鹰派的声音就越大 对其实你最近看起来 已经是这样了 台湾内部这个巴拿马断交之后 独派的声音或鹰派的声音就提来 这个当然会涉及到 大陆的鹰派的声音 那就习近平来讲 他希望是权力稳固 他不希望两岸关系 因为他内忧 他的很多事情要处理 内忧外患很多 所以这是我们原本的想象 那为什么我们看到 从五月份开始 其实应该说从五月份 台湾去不了WHA 那时候我就在很多公开场合 我说地洞山洋的时候来了 对我在很多地方我都讲 因为五月份这个WHA去不了 去年可以去嘛 蔡政府可以去 那今年去不了 然后再加上你看到就是说 这个吴敦一当选 国民党当主席 那个贺电 对中共的贺电是比较强硬的 不称先生 不称您 称你 对不对 那加上这次的巴拿马 我觉得五月份是一个转折点 但如果你要讲 更拉前面一点 应该就是说去年下半 去年川菜通话 这个东西对习近平来讲是 比如说你在对美工作上的一个误判 那这一次我觉得习近平是扳回一层 特别是我们看到在今年 这个习近平去跟川普见面 对在庄园里面 庄园见面 那这个过程当中我认为习近平其实是 有点被穿小鞋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川普在习近平跟他见面的那一天 对叙利亚进行攻击 那我们知道中共一直反对 用武力去解决叙利亚问题 这个针对性很强 那你在看这个川普的态度也是非常傲慢 这个其实川普对习近平是蛮傲慢的 包含就是说他当选之后 他很晚才跟习近平通电话 那他跟安倍进了两次面 才跟这个习近平见面 见了面之后 他孩子就说我跟你谈不出什么东西来 然后那个搭一个照片 还记得吗 他跟这个习近平对谈 他竟然没有戴耳机啊 不管你讲什么 我听不懂中文也没关系 那这件事情当然包含像叙利亚的问题 这个对习近平来讲 当然是一个某种打脸 但是他忍下来了 可是他这次我觉得他是一个 一个暴富的行为 你讲到这个暴富让我想到 你一直提到说 比方说五月是一个关键的转折期 五月对我们来讲 也有另外一个重要的意义是五二零就职满一年 他这件事情尤其是巴拿马断交 没有在五二零之前出手 那选择在现在六月初 我能不能讲 因为之前我们有这个答卷说 那结果五二零的时候 我们听到这个蔡总统讲了这个 我们要有一个新的答卷 然后两岸要有新的互动模式 会不会某种程度上 这个一年的时间 我给你答卷的奇效过期了 或者是中共内部应派给习近平一年 对台湾的看守时间过期了 老师你怎么看 我觉得现在倒怎么去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会我们也陷入一个两个极端 一就是说是不是习近平权力真的很稳呢 所以他去年因为他不希望两岸关系升变 因为他权力不稳 他现在稳了 他可以来玩台湾牌了 这是一种说法 第一个说法就是诚如圣经人所讲 就是说他权力还是不够稳 然后他还是要跟鹰派做妥协 这就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一个思考路径 但不管怎么样 就是说我觉得就不管他是不是权力稳或不稳 但是他的确是强硬的 这是不争的事实 那你说他这是不是 否则一石多鸟 一方面他打蔡英文 给大陆内部看 就是你看蔡英文 答卷没打好 我就是对蔡英文强硬 因为巴拿马对我们来讲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盟棒 在于说我们很多的邦交国 21个邦交国 其实当没有太实质的经贸关系 是 这比较形式的 这是巴拿马比较不一样 特别是我们的长龙集团 在巴拿马的投资 所以那有很明确的一个针对性跟象征性 第二个当然刚才杨教授也讲 就是说虽然巴拿马 他现在想要走出自己的道路 但外界都认为他跟美国关系很密切 长期的历史 所以这一次我觉得也是打脸川普 就是我把巴拿马 可能过去认为是你的一个 后院 你的后院 对你的子弟兵 我把他拉到我的阵营来 是 就像说大家都认为 北韩还是中共的子弟兵 是 但是北韩跟中共关系 其实之前矛盾也很多 但美国如果把北韩拉进来 那也有某种象征意义 所以我觉得他这次这个做法 其实对台湾跟美国都是同样的一种伤害 那现在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说 当然杨老师也讲说 美国现在可能对巴拿马无法控制 但是美国是不是之前 川普在什么态度 这个我会觉得很关键 因为这个下个礼拜 这个瓦雷拉总统要去跟川普见面 这个就会很清楚了 到底是美国就是末世 让这个巴拿马跟台湾断交 还有一种阴谋论 就是说美国国务院的 很多人对川普也不满 故意哪一个事情 就是让川普觉得说 怎么你的小老弟跑到中共去了 那还有种说法就是说 国务院人士没有完全的这个补齐 造成一个误判 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 都还需要再做后续观察 老师刚才提到巴拿马的重要性 现在中美洲十个邦交国 然后巴拉圭加进去拉美十一个 巴拿马算是最重要的吗 其实当然我们理论上说 每一个都重要了 因为我们知道拉丁美洲 总共三十三国 西班囚三十五国去扣掉美国加拿大 所以那中拉合作论坛 二零一五年一月在北京召开 第一届外长会议的时候 他为什么一定要我们帮交国呢 因为三三个三分之二是要二十二个 因为你没有到三分之二 你没有代表性满意的论坛 一个地区性论坛 所以说他现在就等于有刚好了 九二十二个 我们还剩十一个 我们还有三分之一 所以说在数字上 虽然是国家小 但是也有它象征意义 当然了以这个实际上它国家重要性 其实最重要两个就是 我们蔡总统一上台去的两个双疤 就是一个巴拿马 巴拿马我们讲过 巴拿马因为是南美洲唯一的绑交国 而且它在南方市场里面 我们唯一的外交据点 郭特命机有这么大 对也非常大 其实它是最大的绑交国 所以说它这个意义上是很大 那我们说但是巴拿马它有 它除了一个运河以外 大家可能还不知道 我们只知道它以前是航运中心 现在它是空运中心 巴拿马航空现在飞了不得了 因为九一一事件以后 美国对美前不能转机了 以前是在迈阿密 以前我们到拉丁美 都是先到迈阿密转机 现在都是在巴拿马 欧洲的巴拿马直接飞到巴拿马 所以说巴拿马是一个空运中心 因为它的交通便利 所以说现在很多地区性的高峰会 或什么一些会展中心 都在那 因为什么坐飞机 大家到那方便 到其他地方要转很多 它是一个会展中心 海运中心 空运中心 旅游中心 再加上这个旅游 还有一个地区的金融中心 所以说中国银行在那 有我们的邵峰 当然除了 除了言人都有在那边 他另外 他是一个地区金融中心 所以说他的对这个外汇 这个管制比较 从他其实比较自由化 所以说以前我们看中国大陆 中国银行在那边有距离 国家开发银行在那边 有地区性的距离 因为什么 他资金的调动方便 对 还有拉丁美洲议会也在那 那个大楼 中国大陆也处理一些钱 所以他这个 大家到那开会方便 飞机 他到每一个国家 几乎每一个国家 他都有直飞搬机 所以说这个出了象征性意 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二零零七年 哥斯大利亚断交 那个时候想如果他再跟进 再一个 好 那我们上半场先谢两位 时的分析 那待会包括说 有没有可能从巴拿摩 通过变造的 拉丁美洲其他国家 看得起来 我们组织 在日子日子 本年 老年通过 我们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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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众各位观众 观众各位观众 欢迎订阅讨论 刚才上半场要结束之前 杨老师提到 就是巴拿摩的经济实力 不可言喻 那政治的影响力 这一次的断交 有没有可能变成是我们其他 在当地的十一个国家 十一个国家 起而下游的对象 让我们这个外交断交的骨牌 它变成第一张 其实我们对外关系 像范老师刚才讲 其实主要是基于两岸关系 两岸关系 我们刚刚可以讲 巴拿摩是中国大陆 第174个邦交国 是 我们当然 他再多一个 多两个对他 没什么意义 但我们就二十一个 对我们来讲是很痛 对他来讲 没什么好喜悦的 锦上添花而已 对然后可是174个国家 我们全世界像一样的国家 数得出来大概不到50个 也意思就是他174个里面 有超过100个是需要 大家帮助的解教 我们现在以前说第三世界 现在可能就是发展中国 开发中国 他拿我们一个邦交国 对他来讲是一个负担 对是一个负担 而且两岸关系会引起我们民心的 所以他非不得已 他是不会这样子做的 因为我们邦交国 为什么会转向大陆呢 他总是期望就是说 他觉得跟大陆 对他的国家利益比较高 就是跟我们台湾如果说有一百 他认为跟大陆可以拿到两百 就是他的利益 对大陆是一个负担 所以说他没什么好高兴的 而且像刚刚范老师讲到 你越是弄成这样 在十九大之前 年底十九大之前 可能会被批评的一个 就是你看你台湾弄成这个样子 你也懂了 就说不见得是他会这样做 但是我们要很小心 但是我比较担心的就是说 我刚才是说就是理性的行为思考 就大家这样子 但是我发现我们现在很多 断交以后我们两个必然反应 第一个把我们邦交国讲的一文不止 勒索又干什么 先把人家窝囊一顿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中共的打压 中国大陆什么金钱游戏什么 我们先讲 完全这个是两个检讨 就是一样 可是你要是太刺激他 我想中国大陆范老师是专家 他有鹰派的 你又是骂他又干什么 你觉得这个结果会好吗 就是原来我打你一巴掌 我打你一巴掌就好了 你先逼我再下手 所以说就有可能 我是想觉得有一些情细化的发言 可能尽量减少 那我这样子问好 尤其是这是老师的专长 那我们能不能讲就这一年来 假设我们去检视政府的两岸政策 对外关系 这个时间点或是这个事件 能不能说维持现状的踏实外交 经过这一年的试炼 应该要做出调整 已经不适用了 其实我之前一直在很多媒体都讲说 其实习近平需要蔡英文 蔡英文也需要习近平 那我们也知道从去年一月十六号 蔡英文当选到今年五月之前 我觉得双方面都很克制 包含我们看到什么 熊山飞弹物射事件 陆克的火烧车事件 其实都是一个 中共如果今天孙兰廷要强硬 早就强硬了 那他为什么还让 去年还让宋楚瑜撑下APEC呢 大家都说去不了嘛 还是去了 而且你看后来宋楚瑜放了照片 他跟习近平互动非常好 好几张照片 所以五月份我觉得是个转折点 那这个转折点到底什么因素 我们刚刚看到的就是说 到底是习近平他真的 因为鹰派的压力很大 例如说我们看到最近他任命的蔡奇 担任这个北京市委书记 是他的人 蔡奇他们都双飞 飞中央委员也不是中央候補委员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但是这个突破是表示 习近平的权力很大 还是说他下了这个平台期之后 他还是要应付鹰派的压力 因为不满嘛 为什么是他 所以我觉得现在这是一个 我们要再看 但是不管怎么样 因为近年WHA WHA 台湾去不了 我觉得就是对蔡英文打了第一枪 那你看出来蔡英文从从那时候是很不满的 因为去年他可以去 但这一次他的用词更不满更强 对更不满 那去年 其实那个台湾可以去WHA 是帮蔡英文量身定做的 因为那时候有个 邀请函有个2758号的决议 那可能说是什么马英九去的因素 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去看前年是没有这个2758号的 所以针对蔡英文说你去就你默认了 是 那所以蔡英文也可以说那2758号决议是讲怎么 针对什么蒋介石 蒋中正蒋介石政权 没提到台湾 所以跟我们台湾无关 双方便可以说是各有台阶可下 那今年没有台阶了 就这是个很重要的警讯 那未来会怎么办 那蔡英文他现在面临到 他也说要做出调整 对两边都有内部鹰派的压力 习近平也有内部鹰派的压力 那蔡英文也有独派 对我们现在就说 那我们就脱掉了中华民国的外议 我们就改个名字 还有很多独派说最好尽量断 断到后来中华民国这四个字就没用了 那就台独了 所以我会觉得说我们但不乐见如此 但是我也可以必须要讲 从去年以来 蔡英文跟习近平都在应付内部的鹰派 也在极力的释放出某种的善意 但是没办法破功了 那现在就说蔡英文也被内部独派骂 说你这个韦时心动完全没用啊 中共不给你就是不给你好脸色啊 那你只能抢硬啊 所以他硬我们也只有硬这个选项 对所以两岸的这种仇恨的螺旋效应会出现 我觉得会出现 你看大陆现在这种网路也好 骂台湾的这个什么 这个五桶的声音也非常大 那习近平也不见得压下去啊 所以这个是我们一个最不乐见的情况 就像这种川普 他目前是自顾不暇嘛 刚刚刚老师也讲了 他在这个逐这个墨西哥的这个围墙 长城 他跟中南美国有时候关系不好 对不对 然后他现在可能会被弹劾啊 所以他也自顾不暇 所以我觉得习近平这次这个对巴拿马出手 我认为他是一个天时地利人和 就是如果我是他我也会这样做 因为美国的美国现在状况是如此 他留了一个空窗在那边 对 然后这个我也想趁这个机会教训 也可能被迫要教训蔡英文 对内部有交代 那他十九大之前 他这次他一个外交上的一个突破 所以我会觉得说 当然对他来讲 他有174个方交国 173个不差一个巴拿马 巴拿马还是有他的某种指标意义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这个事情放到现在为止 我觉得两岸真的 未来我会比较担心的 就是说真的是地动山摇 因为蔡英文他现在也没办法啦 就为什么他那天 吴昭泉出来开记者会 他还要再出来开 下午才会关闹 就是他也知道那个压力 他必须要他出来 因为他不管怎么样 他总统是外交 国防两岸的 是他在负责的 那现在就变成说这种 台湾社会的这种不满愤怒 他有一个宣泄口 那蔡英文他也就像旅居来讲 像很多人说 邀请达埃拉巴拿来台 是提出对 因为他最近要来亚洲嘛 之前很多时代力量想邀 蔡英文就说不要不要 那就是硬碰硬 那就是邀啊 那就是邀啊 那只能邀啊 那派喇嘛来台 大陆一定不满意嘛 大陆英派一定有 然后这下有说 这还不够要热皮亚 对不对 还有说什么港独 江独 藏独 蒙独 法轮功什么都到台湾 来搞一个什么 台独 武毒河流 大会 这种人说啊 那问题是 如果独派真的要这样搞 你蔡英文说 还能说不行吗 因为你的保释 你的政策 你的做法没办法 这是我最不想看到 但是很不信 似乎在发展当中 在发展当中 OK 老师我回到刚好 杨老师刚才提到 其实老师在萨尔瓦多年国军校 然后你在巴拉玛 巴拉圭待过那么长时间 今天晚上还要出发到宏都拉斯 去讲学 所以我们在中美十 还有十个友邦 在南美还有巴拉圭 我们就很直接的问 那接下来 因您这么长时间 跟他们的交往 谁可能有危险 这个要看 我觉得 当然这些国家 其实我跟他们 有时候去上课 或者在国内 他们很多来说 大家都会问到这个问题 是 问到问题 可是我就没 我每次跟他们都讲 我说美国是第一大强权 第一大经济体 所以说中南美洲 很多非法移民 就像船 那中国大陆为什么有 第二大经济体 有这么多非法移民 在你们这边呢 应该是你们有很多了 以前我处理过 我在中美洲处理过好多 以前这个偷渡的船 害我处理 那都几百个几百个 当然是我 因为我们处理是船 渔船是我们台湾籍的 船长大副是我们的 那托鲁克都是这样这样子 巴拿马每一年要好几万人 要隔了好几万那个 也不是说好几万 就隔几年要好几万给他特赦 移民特赦 非法移民 对 其实我们现在你要到中南美洲去 我们非邦调国 你去办签非常方便 有的免签 有的像我到墨西哥 只要你有美签就免签 我说没有 我们现在都Astar 没有那个紫本签 他都跟他说 互照一刷就知道了 不是 他说你只要有一万块钱存款就好 拿那个邮局的到下面7000 他就给了 中国大陆非常困难 想要进去 所以说这个是不一样的 我们来举你这个例子 我常给大家一起 我们的案例研究 Case Study拿 我的哥斯达加做例子 哥斯达加现在跟中国大陆的经贸关系 非常惨 非常大赤字 他没有东西卖给他 对 他以前哥斯达加是骗 他是以前是英特尔公司 他加工出口期 他的外销中国大陆完全是90%以上 所以说他现在就很惨 所以我在想说 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给他要了解 利用一个智库交流 你了解 我说你在对我们台湾来非常重要 21个 我们都重视你 但你在中国大陆 你在过去175分之一 你懂吗 就说有一种这个说法 那最后一点点时间我请教 那假设我们做出调整 或者是老实讲 两边的银牌都变强硬了 就您判断中国大陆还可能使出什么步数 我觉得当然就会 这个会变成双双双 我们看到喇双学院嘛 我们看到外交的打压 我们看到我们的邦交国的墙角 再来我们还需提防什么 当然就其他的邦交国了 就像中南美洲也会有样学样嘛 因为巴拿马等于算是一个 也算是一个突破口了 对那这些国家就是刚刚杨老师讲的 其他这些国家 都没讲巴拉不愧萨罗多 他可能要跟中共说我也要跟你建交 但是你中国大陆 你是不是也要给他们同等的待遇 因为他们也是可能也是为了一些经济利益 但也有政治利益 那大陆会不会这是一个 有没有连锁效应 我觉得这个真的要看 就是说如果是一个连锁效应 那我们就要觉得那可能就会 会是个学崩式 这位特别中美洲 可能就会完全失守 对这个要有心理准备 那只限于拉美吗 我认为拉美比较明显 因为其他的我们那些 因为我们听到很大的这个声音是来自 下一个是梵蒂冈 梵蒂冈我倒不觉得 因为梵蒂冈其实还有比较麻烦 是宗教的问题 特别是你要开放他 那你爱国教会怎么处理 这个可以大陆讲是很敏感 特别是这个是大陆讲 他现在维稳是重于对外 所以说这个会影响到 他对宗教的控制 所以他不愿意放 梵蒂冈没有那么简单 对我一直不觉得梵蒂冈 当然梵蒂冈很小 但是中共担心说 但他很小 但是所有的天主教徒是以他为小